我們現在來看這台Canon Moto811 這台是1962年的這個80的攝影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LOGO在這邊 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鏡頭 鏡頭跟機身 機身的這個部分 這些旋 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底片式 底片式還有附一顆原廠的 原廠的這個 這個圈 這個膠片使用的這個 這個卷 它這個電池 是這個 這個 你可以使用3號電池 把這個打開 把這個 把這個打開 打開之後放進去 就可以了 放進去之後呢 插到它的這個背後 看一下 插到它的這個背後 這樣子 這樣子 它有一個箭頭 把它插進去 之後再把它關上 那它的這個 握把是可以拆卸的 這個握把 因為它年代已經有點久遠了 所以這個已經有點 這個可能還要再做一下清理 不過是整個外觀 你可以看到 整個外觀是都還OK的 那它這個呢 還有附它當時的這個 原廠的這個皮箱 把這個先掃一下 這邊還有這個鏡頭蓋 這個原廠的鏡頭蓋 它這個還有當時 原廠的這個皮箱 連這個皮箱的袋子 可以看一下 這個往上 把這個當時的這個袋子 都還在 原廠的袋子 都還在 它就是放在這個裡面 以上就是 這台 MOTOBAT11 CanonMOTOBAT11的視頻 謝謝